好加速度是 dv by dt dv by dt 就是速度对时间的未分 所以一样讨论的东西是时间的增加 会造成 v 的增加还是减少 如果时间的增加 v 也跟着增加 这样代表速度越来越快 物体现在身上是有加速度了 哎呀如果今天速度时间再增加 速度越来越慢 这样代表物体现在是有一个减速度的 ok deceleration 啊 ok 就这样这两个让大家知道一下 而这两个东西是 rate of change 的基础啊 接下去我们要讲一个我们以前学过 但是现在要更深概念的 rate of change ok 接下去我们要讲的是 dy by dx ok dy by dx 表示的东西是 rate of change of y with respect to x 所以根据上面这个经验哦 dv by dt 大于0的时候 t 增加 v 增加 dv by dt 小于0的时候 t 增加 v 减少 像这边我们讨论 dy by dx 的时候哦 他也有着相同的概念呢 如果今天 dy by dx 大于0 是我们俗称的规定大于0 ok 我们知道规定大于0的时候 整条直线会导向左边 还是导向右边 哪一个 这样还是这样 右边 可以导向右边啊 所以我们的图会导向这样子 好 像这个东西在数学里面是怎样解释的 其实是 x 再增加的过程中 y 也在增加 x 再增加 表示我的 x 往右边走哦 x 再增加 y 再增加 表示我的 y 往上走 y 再增加 所以形成的斜率才会长这样啊 x 增加 y 也增加 他才会变成是导向右边的直线 可以接下去 dy by dx 小于0 dy by dx 小于0 表示 gradient 是小于0的 所以 gradient 小于0的概念指的是 斜率会导向左边 我会在数学里面的概念 x 增加的话 y 是在减少的 所以x 增加一样是往右 x 增加这件事情一样是往右 但是 y 减少这件事情 变成是往下 k 水 y 往下 所以当 y 往下的时候形成的直线长 这样 看到吗 这就是这两条线的差别 所以为什么斜率正的时候导向右 斜率负的时候导向左 除了我们之前用 呃两个点来判断以外哦 dy by dx 也有这个功能哦 然后请你记得啊 我们在讨论微分的时候 分母的那个一直都是讨论他增加的啊 我们讨论他增加的情况底下 看另外一个是增加还是减少 麻烦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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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